总预算规模八年八千亿元的前瞻基础建设 4月10号针对绿能建设 在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举行第一场公听会 但会议还没开始 蓝绿立委就针对是否开放旁听而僵持不下 是因为碍于场地的关系 我们是没有开放旁听的 现在立法院所有的会议的举行 都已经是全程的直播 所以任何的一个人都可以透过网路直播 非常清楚的知道公听会的进行状况 国民党立委轮番上台进行程序发言 认为既然是公听会就应该多听各方意见 新北市的官员 我们社会选局长人已经在会议室外面了 既然刚刚招委也宣告说 未来机场一定邀请县市出席 所以今天已经到我们立法院来的县市 没有理由把它拒绝在这一个会议室的门外 如果只有国会旁听直播的话 请问各县市的意见到底有机会在哪里发表 这个前瞻性计划牵扯了八年的时间 这对于各县市资源的分配来说 是何其的重要 民进党选前要求公开透明 选后只有海湘满干而已 经协商过后 邱毅宁同意让已经到场的新北市云林县代表进场旁听 主席愿意从善如流 就是说刚刚大家提到 现在在现场有新北市的金发局师局长 以及云林县政府的副局长 我们都开放让他们进来旁听 针对国民党立委批评没有开放旁听 就是黑箱作业 初一颖反驳表示会议全程直播 全程透明 更指出公听会是依据政党协商结果 照政党比例推荐名单 分别是民进党八名 国民党五名 以及时代力量一名专家学者参与 并且从四月十二号第二场公听会开始 将会广邀各县市政府首长参与 但出席人数以一人为限 记者 立法院采访报导